我们看到林非凡 这个零九万 现在很多人说要他退选 因为他也是包庇 也是吃案 这个性骚扰案 我们来看到这是桃园孙先生 他做了一个网路投票 这个样本数大概有一万九千人吧 问的问题是 你觉得因为他要选的是 中山还有北松山 这一场选举 你觉得谁的胜算大 结果93%的民众认为是 王宏威胜算大 认为林非凡胜算大 只有4% 林非凡这个部分 他到底要不要退选 赖清德的说法是 林非凡案件已经立案调查 也特别提醒民进党 不管是提名 一定 或者合作的对象 一定要接受严格的检验 私人事情要积极说明 如果还不足 就用更大的诚意跟证据 争取社会的认知 这是林非凡 另外还有一咖 李正浩 李正浩涉及到前女友的偷拍 而且好像好多人的 私密影片的部分 民进党的这件事情 重创形象 也扩大基层 对于李正浩合作的疑虑 甚至说 我听说是 滤营基层很多人 800多人 发动联署 期待党中央成立调查小组 要是调查结果决定 是否继续合作 知情人士说 包括赖清泽在内的党部的高层 都对联署工作小组 私底下释出善意 并且愿意持续沟通 所以这是怎么样 这两个人呢 继续选 继续选下去 难道不会重伤吗 不会重伤形象吗 按照总统府的逻辑 民进党凭什么成立调查小组 李正浩当时是国民党的 他到现在也是无党级 他到现在也不是你民进党的人 事情也不发生在他 他到现在也没加入民进党了 所以民进党凭什么调查 按照总统府的逻辑 你民进党应该就在那边等 等相关大会去调查 我是强烈建议李正浩跟 林飞凡都不要退选 你们应该继续选下去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验证一下 台湾到底是不是支持这些 吃案的人 是不是支持这些 有性侵害嫌疑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验证 如果他们能够选上 就代表台湾人支持这一套 就代表董哥刚刚讲的是对的 台湾人就喜欢这种气靠 就喜欢这种情侍女性 就喜欢这种讲话乱七八糟 你记不记得当时郑文怡大哥很有名的 后来落泪道歉 就他在竞选场合直接骂马英九 什么三字经全骂出来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在民进党他们 他们在地方选举的时候经常都是这样 因为我以前常常去勤收 或者在那边看 他们现场就是这样子乱骂一通的 也没人在在乎的 大家还觉得这样很爽 那民党就是这样 从来没变过 所以今天赖清德在讲这个 我觉得赖清德是面子挂不住 他不得不这样讲 因为现在他已经糗到一个爆炸 你看他当了党主席到现在 他先讲了大局条款 现在条款现在已经没人甩他 所以连他自己都不甩 因为他们后来征召人里头 有一堆是现任市议员 所以一个 一个人党主席讲出来的原则 连自己都不遵守 那我不知道这个党主席 为什么还干的下去 我也觉得很奇怪 然后再来 他提名的本来的民主大联盟 一个礼拜之内就被瓦掘 对 就全部被干光了 民主大联盟现在只剩下谁 只剩下李正浩 对 那请问一下 这个再不留着 民主大联盟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 赖金德挤在那里面也不是 不挤在那里面也不是 就是讨个不得笑 然后你看他前两天才讲一个 性骚扰这种东西 没有什么大局为重 马上什么石板名副也跳出来 林静怡也跳出来 一大堆人全部跳出来说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个时候要去谈性骚扰 就绝对是有问题 我们应该要去关注六四 我们应该去关注这些东西 不是吗 所以我发现赖 赖金德不管讲什么都没人理他 好惨 你不觉得吗 他不管讲什么 这个党都没人在在乎 所以我现在 现在这两个到底是不是决定 后面要选 我看恐怕也不是赖金德决定 恐怕是党内自己要去看着办 赖金德现在唯一的想法是什么 火不要烧到我就好 有可能吗 有可能烧不到他吗 一定会烧到嘛 这个逃不掉了嘛 因为大家忘记了吗 现在有人去把民进党列了四十几个民进党性骚扰性侵的这些案件 里头就有赖金德去帮性侵犯召开记者会 去欺负受害者的这个记者会 赖金德到现在有有对这件事情要重庆道歉吗 所以我给你讲接下来你会发现 整个民进党其实都是一路获射 他们对性侵啊性骚扰啊他们根本没有在在乎的 然后你看那个林依廷我会觉得他还好意思出来讲讲一不一意正词言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司法要还没定案为什么要处罚他 对啊他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在骂黄伟哲吗 黄伟哲说绝不宽怠 对啊那黄伟哲都把他干掉了 对啊那结果你再告诉我说 这样干掉他是不对 所以你是在骂黄伟哲了 所以你看这些人是毫无逻辑可言的 他们就是反正今天我爽我就认为是这样 反正他们下面有一道始终支持者 搞不好会认为是什么 林依廷有情有意在 搞不好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啊 像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南顾好奇怪的名字 林南顾 对林南顾 然后结果那个张艺善竟然把他跳出来说 来来来我们请导播给第一张 其实我们有做出来好不好 我刚刚跳到 对他就是还帮他讲话 张艺善来帮他讲话啊 结果张艺善自己就是个前科办 对 然后你再出来帮他讲话 这样是干嘛叫欣欣将棘情不自尽嘛 他说先是一个人才是男人或女人 看完我哭了 他是我兄弟 如果这样一个人是你兄弟 被误解成渣男性骚者 你还不帮他说句话 我告诉自己你还是个人吗 他接住林南顾 我刚刚讲到的林南顾他昨天拍下了这张民党的党政的照片 很感性的说 被迫离开我热爱的民党中央党部 为了表示我的清白我留下了识别证 离开中央党部之后就无法再走进来了 那我刚刚特别提到了张艺善呢 就特别帮他说话 他是台北市的前顾问 他说林南顾被误解成渣男性骚者 你还不帮他说句话 我告诉自己你是个人吗 我要接住林南顾 我真的觉得这些人真是狗 这些人怎么啦 就叫蛇鼠一窝嘛 这些人到底怎么了 因为这些人的标准就是这样 他觉得林南顾没有做什么事 为什么要离开他热爱的民进党 然后这个林南顾讲话也很奇怪 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要留下识别证 为什么留下识别证给这个民进党 跟清白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搞不太懂 那这些人就是让我觉得很恶心 就是他们演这个戏 当然不是演给我们看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觉得他们恶心了 他们是演给那些民进党的始终自治者看 然后他告诉大家 其实你知道吗 他们的始终自治者 接下来又把情绪转化到什么你知道 都是你们这些蓝白的人 故意去压迫我们这些青年 你们就是故意要欺负台湾的年轻人 他们的转化一定是这样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都是无辜的 只是我们故意在带风向迫害他 可是他是被人家指控 指控的 他又不是我指控的 对啊 那你应该对自己的 清白做出辩解 如果你根本没有做这些事情 你也可以不要辞职 你为什么要辞职 你要辞职就表示 你自己也知道你有责任 所以我真的觉得包括我们那位同业 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遇到这些事情 都没有办法直求对决 像我们那位同业姓张的那位名嘴 也是讲的很奇怪啊 说什么一切什么 我听不懂他讲的 什么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巴拉巴拉巴拉 你就直接讲嘛 你到底有没有 而且他还说你不要说我否认 你不要嫌我否认 是啊 那什么跟什么 那到底是怎样 你如果真的有骚扰人家你就老实做 如果没有你就坚决捍卫自己啊 如果你是被人家栽账诬陷了 你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告诉大家 我是被污蔑了 我要提取法律诉说 不用保留直接告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这样做 很明显嘛 这些人心里有鬼嘛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 但是这些心里有鬼的人 还要去争取他们的支持者 因为包括张一上 为什么这时候又要弄出来 我跟你讲 他可能很快又想回政治圈了 这些人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台湾 那就是因为我们永远给这些人机会嘛 台湾人太宽大 觉得这种事情没什么了不得 小错啊 年轻人不要太为难他 那就是要给他机会啊 所以这些人后来就实随之位 反正你们会一直给我机会 那我就用力性骚扰 我就用力性侵啊 反正台湾 台湾人就是这样 就是一群盘子啊 所以 拜托大家 我们不要再继续相怨下去 这一次就要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 你们不可以再这样玩下去 要让这些垃圾永远离开政治圈 台湾才会有一点点希望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关键的理由 有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会诠释敢说真话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分力量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分力量 还请不吝点赞